最近又讲说台湾的芒果 这是我们卖到澳门去的芒果 说验出COVID-19的病毒 而且100公斤的货物 全速封存销毁 芒果大家都吃过嘛 我请问大家芒果有没有鼻孔 请问要从哪里验PCR 请你告诉我 我们人验PCR搓鼻孔 要嘛就是生喉咙 芒果没有鼻孔 没有嘴巴 怎么验PCR呢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台南市长 黄伟哲做了一个连线 那台南市长黄伟哲 他是直接讲 他说这叫污名化台湾的芒果 我们来听听看 黄伟哲市长怎么说的 是 主持人年华哥 各位来宾 以及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想刚刚提到了 这个台南的芒果问题 其实从过去的 这个石斑鱼 或者是这个芒果的议题 其实都看到中国 用这种非关税 而且用大家很有点担心的 这种COVID-19病毒的问题 来做这个打压别人的这个方式 从过去澳洲的红酒 或者说澳洲的这个煤矿 甚至澳洲的其他方式 只是因为澳洲要求要调查 这个COVID-19的病毒的起源 是不是来自中国 就被他用这种方式来制裁 而台湾也是 那这次其实我们说起来 COVID-19的这个病毒 它既然是病毒 它都必须存在在活体的 这个生物中 它才能够生存 然后繁殖 甚至有传播 那在没有生命的物体 或是在死掉的东西 其实坦白讲 它的传播力是不强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COVID-19的病毒 它会就是说 有慢慢变异 变成它的传染力越强 它的致死率就越低 那致死率强的 它传染性就不高 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那所以台南的芒果 或是其他许多地方的芒果 出口的芒果 因为我们要卖到日本来讲 就是要经过薰针 薰针来杀死这个细菌病毒 然后再来出口 它中国的或是澳门 或是香港的这些芒果 其实坦白讲 以这次为例 澳门检验出来 是检验出来芒果的外包装 香港检验出来是芒果的皮 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而且澳门的芒果是 6月15号就已经到香港 就已经到香港 然后7月2号 这个才会到 才到澳门 中间隔了17天 那这17天有多少人触摸过 那病毒也不可能在没有生命的物体上 在包装紙袋上生存17天 这是根本是匪夷所思的 那这次又香港说芒果的皮 这次发现讲这个外包装 讲到不科学 现在用芒果的皮 芒果的皮也是没有生命的好不好 结果这次又说芒果的皮验出来 其实坦白讲 我们只能说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真的是用栽赃的方式 让人家觉得很遗憾 非常谢谢黄宇哲市长跟我们连线 其实很清楚 我刚刚就问芒果有没有鼻孔跟嘴巴 那请问PCR从哪里验 好 而且其实有个毒物专家 赵明威他就说 他说除了现在人以外 芒果也要清零了 是吗 更批评说 香港海关你连作假都不会 这边看起来就是一个低级借口而已 那其实除了芒果之外 还有很多石斑鱼 说有禁药 那个禁药台湾早就不用了 然后白带鱼包装有病毒 然后竹甲鱼包装也有病毒 那我们都要向WTO申诉 但是我想中国我预料他不会理你 那这个陈吉仲主委他就说 他说其实应该是中国 禁我石斑鱼怎么不废ECFA 陈吉仲中国诱导性生产 陈吉仲说ECFA从2010年开始 现在还是有效 当初让农云民因为有这样的优惠 所以农云民往这方面生产 造成过度依赖中国市场 市场应该要逐渐移转了 那自由时报说 这个农鱼产品接连被确诊 这个医师作家蔡依成发现一个规律 只要中国每次 遇到台湾的这个农鱼产品 就表示该农鱼产品有国际水准 然后呢 是外销等级 而且正盛产好吃 蔡依成说 拖中国恶搞的服务器 陆续吃过好吃的 凤梨四家石斑 新的小米手机 还在用台积电晶片 什么时候中国会决定 让台积电晶片也确诊了 自豪 所以台积电晶片也要确诊了吗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只要中国 他用任何理由封杀你 或者是说你这个水果有问题 你这个鱼有问题 那个都是台湾第一的 而且是世界第一的 我们看到石斑鱼 我们看到台湾的芒果 那个都是世界第一的等级的 像台湾石斑鱼 你中国不要 日本全盘就说 全部卖给我好了 所以我们台湾的农鱼产品的品质都非常好 中国是笑掉大牙 我们网路上看到很多小粉红 就不要再自爽了 笑掉大牙是说 其实在我们农鱼产品来说 卫福部的食肖署长就有讲过 全球只有中国会检验食品的外包装 那这是非常好笑的 只有中国会这样 全球也早就发出警讯了 中国用这种不安好心的方式来做检验 就只有中国会这样做 然后农委会的防检局也说 Covid-19 刚市长也有说 Covid-19的病毒并不是 并非植物的有害病毒或 有害生物或病毒 应该提出科学依据 所以如果中国 你在这样子无意义的 那用这样子去封杀我们台湾世界一等一的农产品也好 或鱼产品也好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恶指而且恶劣的 那你既然你中国不要 那世界各国先进国家 大家都抢着要嘛 所以这个没有关系啦 那我们举例来说 中国过去 你看呢 他封上我们的东西 但他过去怎么做 他过去从这个 马英九时代 2010年ECFA开始 他对台湾是用养套杀的方式 来托我们的技术尾 他托我们的技术尾 就像这个石斑鱼的 借牌借单的问题 其实就非常个指标性啊 难怪他要封杀你 台湾的石斑鱼 因为你台湾的石斑鱼 到我们 到这个中国去养殖之后 他就用很奇怪的方式 就是你要借牌借单 那借牌借单 他不是你台湾人 到那边去养殖班 就都可以买卖 他是你必须去借牌 那中国他要合格你 单一市场 那你要在 你哪个厂商可以 那哪一个这个那个 哪一个鱼场 养殖场可以买卖 你必须要去借牌 借单才可以买卖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大 他纯粹 中国从头到尾 你的农产品也好 你的鱼产品也好 你到了中国养殖 或你这个农产品 到了中国去种植 虽然我给你土地 虽然我表面上 非常和谐的 欢迎你来 但他其实就是要你的技术 他从头到尾就是要偷你的技术 等他偷完你技术之后 他觉得他可以了嘛 那他就放生你 这就是养套杀 所以网络上的小粉红 你们中国就是这样诈骗集团 就把我们这个台湾的 这个比较高端的技术 把我们的养殖技术 把我们农产品的技术 引到中国之后 你就断后路 中国一直都是这样做 所以我们台商真的要注意 台商真的要注意